哈啰,大家晚安 我是仲哥,欢迎收看今晚Solong 筹码动向带你来follow 这边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 每个礼拜二、礼拜四的晚上10点 一定要准时收看 仲哥带你追筹码抓出明天的主流 我们可以看到上一集节目跟大家聊到了筹码好谷 我们可以看到国产跟南榜是呈现一个大涨的态势 甚至光洁这边也是有往上创新高的 我们这边一档一档来帮大家追踪一下 首先看到2504的国产 上一集节目我们跟大家聊到 资金集中流向抗通膨概念 抗通膨概念股价就顺势往上去做一个喷出 从今天筹码来看的话 国产外资仍然是呈现一个买钞的 投信这边已经有在卖钞现象 这边观察一下筹码的连续性 如果说外资这边跟着投信开始卖了 投信也是呈现连续性的卖钞的话 这档股票我们就建议大家不要再追价 还在车上等着一个停利点 停利点可以抓近期的一个低点 再可以看到南榜 南榜那边你可以看到 投信是怎样连续五天买钞 所以股价就是往上越电越高 所以我们这边要提醒大家的是 目前资金流向今天反弹上来 虽然说有跑到电子股的身上 但是有部分资金还是往抗通膨概念 那还记得我们先前跟大家聊到了吗 从现在开始到明年 这边通膨一天会持续在爆章媒体 这边持续做一个放送 所以请大家要特别留意一下 有哪些抗通膨概念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加权指数 那加权指数的中科看法从来都没有变过 目前就是这样 看17600 这点位会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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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 如果说往下跌破1760的话 那我们这边试试的缩减我们的部位 那从这一天走势来看的话 即便美股出现比较大幅度的震荡 但是我们是可以看到这个点位是有一定支撑的 今天反弹上来那就是维持在一个区间 这个区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放大部位 中科认为要等到什么 重新形成上升轨道 那只要17600没有跌破 行情就有创高空间 那如果不小心跌破的话 我们适时的缩减我们的部位 那回撤上扬基线 就是你才有现金可以去做个低阶减便宜的动作 那我们再从扣底词来看的话 其实月线跟基线都要开始扣在这个低档的位置 所以上扬月线上扬基线会有一定的支撑 这就像什么 刚公布的这个外销订单 出口值是相当漂亮 所以种种来看的话 只要没有跌破 万八还是有机会来的 那接着我们看到今天的筹码 那今天的筹码 外资这边是呈现一个大买的 那投信这边怎样 贵买或是上市的 这边都是呈现一个买操 那外资已经开始要放假去了 那还是呈现一个大买 代表说什么 台湾的股市后市是非常好的 所以使得什么 使得外资在放假 也要回头来买这个买这个股票 那再来我们要特别跟大家聊到的是 外资这边开始陆续放假去 你要特别留下投信在买什么 那其实这从上礼拜 我们就已经一再跟大家提醒了 因为投信在上市这边是连续好几天 大买了三十几亿 每天都买三十几亿 所以这边从投信跟主力 这边来看的话 其实那支有作战的企图心 那接着我们看到散户未平仓 那这波散户真的是非常神 太神奇了 捷克 这边你可以看到 昨天这现货是呈现一个重挫 那散户经常做一个多单 那今天反弹上来多单就顺势把它卖给有需要人 这一波真的是太强了 那这种歌这边也要听大家的是 短线上这盘整区间盘整 散户很容易怎样 很容易做对边 但是如果有方向的话 其实散户会怎样 因为凹单而亏损累累 所以我们还是会建议大家 尽量跟着趋势走 尽量把你的几率照着你的几率 不要凹单 不要舍不得停损 所以散户这波非常神 那我们继续观察一下 这惯性什么时候开始改变 在我们看到这齐全筹码 外资这边是增加多单 那选择权则是BuyCorp BuyCorp 谁不得 所以整体来看的话 这边昨天美股做了一个收缴 那台股今天往上做一个反弹 他们认为后市还有高点可期 那整个12月来看的话 进入这下半个月 那过去的统计之后来看 下半个月也就是说外资开始 因为说事务是结算之后 外资要开始放下去之后 这两个礼拜统计之后来看的话 是上涨几率高达7成 所以这边大家可以好好把握 尤其是什么筹码 筹码是偏多的情况之下 那这边我们更应该要参与 这个作战行情 那接着众哥要跟大家聊到 这个Pool Coalition值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齐全筹码 那我们现在跟大家聊到这个数值 那书本上跟大家交的是什么 交的是如果它小于100的话 代表说这行情是偏空的 但是我们根据长期的统计之下来看的话 今年出现小于100的时候 只有一次隔天是继续跌的 那通常小于100 接下来行情都很容易收缴 做了一个反弹 所以我们跟大家无私分享这个指标 这个指标是众哥长期 这个真金白银实战交易统计得来的 所以老板你影片一定要看到最后 我们不时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小彩蛋 那昨天我跟大家提到 这Pool Coalition值是小于100 行情有机会迎来了一个反弹 那果不起来今天就是顺势做一个大涨 昨天我们跟大家提醒的时候 每股电子盘还是呈现一个大跌的 所以这个指标大家一定要好好商用 你也可以自己多加统计 那中哥还有一个胜率九成指标 有机会再跟大家做分享 接着我们看到这外资跟投信 他在买些什么 那我们从这边来看的话 其实你可以看到 外资跟投信都在买低基起的个股 那什么叫低基起的个股 大部分都是上半年有先做一个修正 然后整理了打底打了两三个月之后 外资跟投信在买这类个股 那为什么买这些个股 第一个说实在是安全 因为外资要准备放下去了 所以他会想买这种低基起的个股 那些投信也有这样的现象 你可以看到外资在买什么 买这个行业股 那这投信也在买什么 买钢铁跟买航运 所以整体来看的话 大家可以往低基起的个股 那好比说一龙电跟这个化讯 其实他们也是整理了一段时间 那五毛也是整理一段时间之后 然后就顺势往上做了一个攻击态势 所以整体来看的话 外资跟投信有倾向于这个方向 那众哥这边要特别跟大家提醒的是 投信这边似乎有在做一个 基底调整的动作 那什么意思 也可以发现他买的个股 大部分都是连买五天 那卖的个股大部分都是连卖五天 所以如果这边投信如果连续买五天之后 众哥会请大家稍微等一天 等一天就好 如果第六天还是买超话 代表说什么 这个个股就有一个族群系的行情要开始出来了 那如果第六天开始呈现一个卖超话 那我们会建议大家 先稍微停看停一下 因为投信这边正在做一个基底调整 那连卖五天很容易讲就卖盘结晶了 连卖五天就很容易讲卖盘结晶 所以要跟大家分享 我们盘中观察到的一个现象 那最后众哥帮大家做一个总结 接下来两个礼拜 你还是要留意一下投信在买些什么 卖些什么 那这边最近开始轮动到低基鞋个股 钢铁航运甚至IC设计 我们认为都是有机会的 那成长型的产业 比如说我们先前一再跟大家聊到 伺服器吸金元或是抗通膨肝炎 目前有的盘式已经开始这样 出现一个震荡休息的态势 但是我们认为震荡休息 反而是大家的一个好机会 所以整个盘面来看的话 聪明前仍然在积极找寻机会 那最后一点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 震荡盘逢高怎样 你可以试着获利了结 因为这样你把现金拿回来 股价如果有回到低档的话 你才有现金可以低接减评 不然又报上报下 其实说实在是蛮冤枉的 这种哥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那更多讯息 请大家一定要锁定这种哥 特别管清楚 我们下次见哦 谢谢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